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我们欢迎一年五八二十二号 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乌鸦害虹群 在木野郊區的森林裡,住著一隻烏鴦,這隻烏鴦,很不喜歡自己的外貌 傷先自己的羽毛不夠亮麗,無法吸引人,因此他也很少人同類聚集在一起 他希望自己的羽毛可以變得跟孔雀一樣漂亮 有一天一群孔雀在森林裡的空地上休息,烏鴦看到了非常高興 今天真是幸運啊,看看這些孔雀羽毛真是美麗極了 有了這些羽毛我就可以變得跟孔雀一樣漂亮了 於是烏鴦利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的他們掉在地上的羽毛剪了起來 然後插在自己的身上,當他插好羽毛之後便走到湖邊看自己的水中道理 烏鴦看到自己的水中道理,高興集,啊!我看起來多麼英俊啊! 恐怕連孔雀也認不出是我呢! 這時候一群孔雀來到湖邊,當他們展開尾巴上的羽毛時 看起來真是絢麗耀眼,成氣極了 烏鴦看到了非常高興,現在我可以加入他成為他們的一員了 於是烏鴦一邊想一邊舉步向孔雀走去 他們也想看他一樣,把尾巴上的羽毛展成三型 可惜失敗了 那請孔雀看到這隻烏鴦怎麼樣,就知道他不是他們的成員 你這個搞的東西,就能夾著孔雀! 你這個就是隻烏鴦啊! 孔雀們開始攻擊這隻可憐的烏鴦 他們用尖銳的爪子 把插在烏鴦身上的孔雀羽毛扒了下來 很快的,烏鴦身上的孔雀羽毛原來捕捏白瓜 就起來就起來! 你們已經把所有的孔雀羽毛扒掉了 為什麼還要繼續攻擊我? 住嘴! 我們懷疑你身上的那些黑色羽毛也不是你自己的 他們好不留情的繼續拔除 烏鴦身上原本屬於他自己的那些黑色羽毛 過了多久,烏鴦身上的孔雀羽毛先被孔雀拔光 只好光的孫子疼痛不堪地離開了 我的故事講完了,謝謝大家!